在众人的印象中 镶嵌着各类珠宝的戒指 在象征着财富的同时 也象征着神圣珍贵的爱情承诺 其实英国王室成员的每一枚戒指 不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都完美地体现了主人们的个性 那么谁拥有最大颗的宝石呢 他们的戒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梅根 实际上哈里王子是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 他知道他有着怎样的品味 他了解他的为人 因而在订婚之前 哈里就独自前往钻石著名产地 博斯瓦那 为梅根挑选了订婚戒指 不过梅根手上的戒指 并没有完全与王室脱离 其实梅根那梅伍克拉的钻石周围 镶嵌的便是戴安娜收藏的钻石 在公布恋情一年多之后 哈里和梅根却牵着手 在媒体的瞩目下 展示了自己的订婚戒指 与凯特的戒指相比 梅根的戒指可能会逊色些 不过哈里所选的钻石 绝对是诚意满满的 根据宝石鉴定专家 格兰特莫布里的介绍 钻石的颜色和透明度 会影响钻石的品质和价格 但是哈里王子却挑选了一块 近乎完美的钻石 按照格兰特莫布里的推算 梅根订婚戒指的中心钻石的估价 可能在9.5万至15.5万美元 约65万至100万人民币之间 至于旁边的小钻 莫布里推测这些钻石的价值 约为每每5000美元 约34000人民币 不过介于他的前任主人 是戴安娜王妃 可能他们的价值会更高 凯特 实际上戴在凯特手上的蓝宝石戒指 原本是属于哈里的 不过哈里却将这枚戒指送给了哥哥 2010年 威廉王子将母亲的这枚蓝宝石戒指 戴在了凯特的手上 对于威廉而言 这枚戒指对他来说是具有纪念的意义 因为这是戴安娜王妃亲自挑选的订婚戒指 这枚椭圆形的蓝宝石 由14颗钻石包围环绕 据发欧杂志报道 阿尔伯德亲王委托制造商卫妻子 维多利亚女王 制作了蓝宝石的戒指和蓝宝石胸针 收到这份礼物的维多利亚女王 兴奋不已 婚礼上他将她选为结婚戒指 维多利亚女王非常珍惜这份礼物 丈夫去世后 维多利亚女王仍然佩戴着她 此后这份礼物成为了英国王室的传家宝 在传承了多个人之后 最终成为了被戴安娜王妃挑选的订婚戒指 最终这枚戒指因戴安娜王妃而扬名事件 也因戴安娜成为王室中最具标志性的珠宝 按照珠宝专家的估计 这枚戒指价值约46.37万美元 约319万人民币 但是很多时候珠宝的价值 是源自于珠宝的故事而非珠宝本身 珠宝鉴定专家估计 她未来的价值会更高 估计会超过59.45万美元 约等于400万人民币 卡米拉相比戴安娜 实际上卡尔斯更希望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卡米拉 因而很多人都认为卡米拉的订婚戒指 比戴安娜的订婚戒指更值钱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虽然卡米拉的戒指价值巨大 但她的分量可能不及查尔斯 送给戴安娜皇妃的订婚戒指 卡米拉的订婚戒指 是由一颗重打五颗拉的祖母绿切割钻石组成 周围还环绕了小算计 按照珠宝鉴定专家的鉴定 它的价值可能为25万美元 约等于175万人民币 其实这枚戒指也和主人的个性十分的相似 卡米拉的戒指风格是偏向于传统和保守 而戴安娜的蓝宝石戒指却比较时尚前卫 戴安娜王妃的订婚戒指是突破了传统的设计 伊丽莎白二世 如果按重量来计算的话 伊丽莎白二世的那枚戒指就小气得多 不过这枚戒指的故事也是大有来头 作为落魄的王族 实际上当时爱丽丝公主手中 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据说在得知儿子 有向伊丽莎白公主求婚的意思之后 爱丽丝公主便将自己的头冠送给了儿子 不久之后 菲利普亲王便与伦敦珠宝商合作 设计了女王的订婚戒指 之后头冠所剩的材料便打造成了手中 结婚后 懂得感恩的伊丽莎白二世 一直将这枚戒指戴在手上 其实在订婚之前还有一个小差距 1947年7月8日 当菲利普向伊丽莎白求婚时 他发现给未婚妻打造的戒指尺寸过大 两天之后 菲利普亲王又不得不调整了他的尺寸 与其他王室成员的订婚戒指相比 其实这枚戒指算得上是非常的低调朴实 设计他的初衷 也是为了方便日常的搭配 戒指是相爱的人用来确立爱情关系 或表达对爱人的忠贞的信用 不过如果相爱的人不再相爱的话 戒指也会成为进步人类的枷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